日本混混打架综艺 Bringing Down第7季来了 本季度加入了女混混的元素 女混混的出现 让这个综艺在全球范围迅速爆红 没有关注的点上关注 我们一级一级往后跟 赛前选拔 女混混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大打出手 前面几期 我已经给大家更新了四场女混混的比赛 第7季的决赛在2月19号 那对于这些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女混混 我们就等到决赛那一天 看看他们走上擂台 到底有没有实力 相比于女混混打架 我更加期待安保刘慧也的参战 职业选手安保刘慧也是前开往的第4代冠军 安保的加入让招操未来也是非常的吃惊 赛前选拔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安保会和四田打一架 之前我们也讲过四田和安保有一些小过节 四田是日本橄榄球运动员 体重达到了120公斤 他曾经和安保打过一架 当时戴的是大拳套 所以四田并没有把安保放在你眼里 这一次四田来参加Briking Down 安保就要过来打他 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已经板上钉钉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插曲 安保在本季度的对手 将会在这个视频的结尾给大家公布 赛前选拔面试以后 这个四田找到了安保刘慧也 他今天来的目的一个是道歉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戴小拳套 和安保打一下试试看 那既然你已经上门主动求和 安保就会 字幕志愿者 刘慧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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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安保来说才是刚刚热身 那么好 第三回合就是大决战 两人可以放开打 好 到这一回合我们开启原生模式 看看这个原生击打其实也蛮好心的 四肩的重群打不中 这个爆肝群一般人顶不住 四肩这个肚子这么大 肯定是没事 四肩由于体能的原因 现在速度也是越来越慢 哇 打得真帅 安保这个躲闪加反击 四肩有个前摆拳扔中 中了一拳以后 安保里会更加火了 安保一发力 这个拳打了四肩之后他也受不了 四肩两百多斤没打退啊 卧槽 职业选手的报价非常严密 四肩的拳虽然很重 但是落点不够精准 说白了就是打不中 后面这几拳是把四肩给接近实实的打退 虽然说没有把四肩给KO 但是确实给四肩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好 三回合终于打完啊 四肩这一次是真的是被打的是心服可服 四肩说最后一波差点把我带走 安保说这个前手拳把我打得太痛 那这一波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 两个人是终于握手言和 四肩和安保的恩怨也就告一段落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 安保刘慧也在Breaking Down第七届的对手 他的对手是一个格斗老炮 当年的K1GP殿堂级种子选手 恶童 希丽尔 阿比迪 职业战绩是37战 25胜 其中17次KO对手 身高190 体重106公斤 妥妥的重量级选手 那对于这场比赛我个人还是比较期待的 他俩打的应该是每回合一分钟打三回合 对于这个恶童 阿比迪 应该很多格斗老炮都认识他 招双未来和安保刘慧也还是非常敬重他的 那么2月19号我们就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 看格斗来小北格斗 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